Hello 大家好 我是Andy 今天来聊一聊我最近发现并亲身体验的一家很不错的连锁牙医诊所 Dental99或者叫Dental99 所有的基本诊疗费只要99到2币 众所周知啊 在欧美国家看牙医都是非常贵的 澳洲作为一个物价水平非常高的国家当然也不例外 在澳洲的小伙伴们 要是你们没有私人医保 那么随便补个牙拔个牙 至少是几百刀甚至上千刀起 如果现在你牙疼了急需治疗 补牙或者拔牙 想马上买个私人医保 希望可以报销你的看牙费用 那么对不起是行不通的 因为绝大部分情况下 私人医保都是有等待期的 也就是说从你买保险那天开始 在这段等待期里看牙 费用是不能报销的 所以哪怕你可以等 但恐怕你的牙齿等不了 那么除了乖乖付钱 看很贵的牙医 还有什么办法呢 办法还是有的 马上就揭晓我最近的发现 我自己就是一个平时选择不买私人医保 平时裸崩的人 我最近只是想做一个常规的牙齿检查和清洁 问了几家诊所 给我的报价基本上都在150刀以上 如果要拔牙 补牙那肯定更贵了 于是我上网google了一下 发现了这家叫dental99的连锁牙医诊所 于是上他们的网站dental99.com.au了解了一下 首先吸引我眼球的是 所有的诊疗只要99刀 再往下看他们提供哪些服务 Our Dental Services Checkup and Clean 这个就是我想做的 常规检查和洗牙 包括X光 99刀 Simple Extractions 基本拔牙 包含X光 99刀 Fillings 补牙 99刀 Toothache Management 牙痛治疗 99刀 所以他们就只提供这4种简单的基本牙科服务 都是一口价 99刀币 接着往下看 You don't need private insurance 你不需要有私人依赖保险 但是如果有的话 那么他们也是被认可的Health Provider机构 你可以拿他家的费用去跟你的保险公司报销 那么自己出的钱就会更少 甚至于全额报销 再往下怎么预约 你要下载Dento 99的手机App来预约 他们没有网页或者电话预约 回到主页的上面 在Why Dento 99 Works这里他们解释了 他们只把服务focus在少数几个简单但重要的项目上 所以他们可以把价格降到最低 并且说明了他们的牙医都是注册的专业牙医 和别的牙医诊所并没有什么不同 接下来看看这家Dento 99在哪些地方有诊所 目前看起来他们只有6家加盟诊所 5家在悉尼 另外一家就是最近两个月开张的在布里斯班 但是其他州的小伙伴也别着急 他们正在不停扩张到澳洲其他城市 所以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他们 说不定很快就会在你所在的城市开张咯 好了了解了那么多信息以后 我原来可能有的一点点顾虑也基本上被打消了 这家Dento 99虽然价格便宜 但的确是正规注册的牙医诊所 接下来就是怎么预约了 下载Dento 99的APP 然后在APP里边可以注册一个新的账号 选择日期和离你最近的诊所 并且选择你想做的项目 付款以后就完成预约了 他们的APP使用起来非常简单 我就不多说了 APP内还有一个在线聊天功能可以获得人工帮助 值得特别说明一下的是 如果你要更改或者取消你的预约 在预约时间的24小时之前 是可以更改时间或者免费取消 并得到全额退款的 但如果在24小时之内取消 会被收取50刀的取消费 我这次预约了离我家比较近的Macquarie Park 这家诊所 我去了以后发现其实是一家叫 Midas Dento的加盟牙医诊所 所以看起来Dento 99只是一个预定平台 牙医诊所通过加盟的方式参与经营 在Google上搜了一下Midas Dento 他们的Google review是五星 还是非常好的 内部环境也非常不错 简单说说我的checkup and clean 接待我的牙医给我做了一个360度的牙齿扫描 和两边牙齿的X光 接下来是检查和清洁 结束了以后医生比较详细的跟我说了我的牙齿的情况 和一些注意事项 整个过程大概花了45分钟的时间吧 我以前在其他的牙医诊所也做过几次类似的检查 基本上就是差不多的标准流程 所以我对这次整疗还是非常满意的 没有私人医保的我这次只花了99刀 价格也是非常实惠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最后声明一下我跟Dento 99没有任何关系 希望我的分享对澳洲需要看牙医的小伙伴们有用 谢谢你的观看 感谢观看